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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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是Satory 龍哥前陣子轉職需要消化年假 JR東日本剛好推出 三天大道堡的套票 我們就安排了東北旅遊 票價是 22,150日元 還包含4次新幹線指定席 超划算的 這次打算第一天在 青森車站附近散步 第二天到奧入賴西流 賞風 第三天到嚴守賞風 下車就看到各種睡魔燈籠 好有青森的感覺喔 從上面看才發現 這是蘋果耶 從新青森到青森 要另外買票 190元 新青森 自動販賣機耶 它有好幾種品種的蘋果汁 好多喔 我們是青森 搭奧入線到青森 大概6分鐘 但是它班次有點少 我們剛才拍照拍得太開心 錯過一班車 結果等了40分鐘 青森站正在施工 工地外牆有一幅好可愛的畫 不知道是不是 只有施工期間才看得到 這幅畫叫做 《蘋果的旅行》 描繪一顆蘋果滾動 到青森各個地方旅行的樣子 置屋櫃上面的睡魔 好像正在狂奔喔 我們決定先走去飯店 地放行李 這是一種耶 哪裡 這裡有一棟 青森的市役所 我剛才還以為什麼百貨公尺 看起來有點像百貨公尺 它裡面有一個像睡魔的東西 對啊 但它這邊沒有看 今天要住這間 從車站走過來大概5分鐘的 青森燦露都大飯店 我們這次用了日本的 全國旅行支援補助 除了住宿費用可以打6折以外 平日住宿還會多送一個人3000日元的現金券 規定只能在當天或隔天 在住宿的縣市使用 哪些人無法使用 哪些錢誰使用的 那些不使用的 那些不使用的 不使用的 所以這裡 飲食店 料理屋使用 這就是阿スマでご利用有効期限 謝謝 拿到了6000元的青森縣庫蓬可以用 青森中午竟然不到10度耶 還好有穿大衣來 這好像很大顆的葡萄耶 該不會是蘋果吧 我掉下來的 好像真的是蘋果耶 真的是蘋果耶 它超小的 怎麼會有一個口罩在那裡 雖然知道青森的蘋果很有名 但是沒想到隨便走都能看到蘋果掉在地上 這個從車站走過來大概15分鐘 其實我們原本也有想說要住這間 但因為離車站太遠了 所以最後還是選了比較近的飯店 大廳上面有好幾個睡魔 好有特色喔 地毯也是一幅畫喔 我們今天是平常日 平常日一人是1650元 這間自助餐廳在Art Hotel的一樓 是2020年新開的 主打使用青森食材製作 雖然平日沒有烤牛肉 但也有不少肉料理 無農藥八番平菇意大利麵 這道很好吃 秋天的菇類壽司 蕎麥麵跟炸物 有炸蝦跟炸茄子 也有好幾種日式小鍋 沙拉醬有蘋果醬 蘋果咖哩裡面幾乎沒有肉 但是有一大堆的蘋果碎塊 最後看大家都在盛栗子冰 因為這裡面真的有栗子 飲料有白桃醋 葡萄莓果醋跟柳橙汁 竟然沒有蘋果汁耶 還蠻意外的 每道料理味道都還不錯 以這個價錢來說 CP值很高耶 難怪幾乎全部都做滿了 而且看起來都是當地人 這段電線感是倒了嗎 好像沒有倒耶 好像沒有倒耶 應該是故意的 應該是故意的 但是好奇怪啊 他看起來好像快倒了 每年七月的第三個星期一 是日本的國定假日 海之日 海之日的起源是 明治天皇視察東北後 從這裡搭船到橫丁港 所以這裡的港口旁邊 有一個海之日的紀念碑 公園裡一個人也沒有 公園裡一個人也沒有 可能是海風太冷了吧 我也想要趕快進去室內了 可以從這裡走到睡魔之家 我們先進去睡魔之家 我們先進去睡魔之家 等一下再去旁邊的土產店 青森睡魔祭是東北三大祭之一 原本每年八月都會舉辦 但受到疫情影響前兩年都停辦了 今年八月才又再次舉辦 睡魔之家裡有展示祭典上得獎的睡魔燈車 我常看到大家分享睡魔燈車的照片 今天終於能親眼看到了 好期待喔 隔入場大人一個人620元 隔入場大人一個人620元 全國版的話就算可以 我會輸入我的照片 我會輸入我的照片 我會輸入這個照片 謝謝 親身的小朋友暑假的作業 一定要畫睡魔 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內部帶 然後他會做的時候 他會顯示在這個上面 跟我一樣沒有繪畫天分的人 可以直接用預設的圖案來拼湊 嘴巴 有這個牙齒的好了 嘴巴 有這個牙齒的好了 嘴巴 你要自己畫喔 你要自己畫喔 老實來老實來你看上面 對 你看上面 什麼 好可怕啊 有什麼眼睛嗎 有什麼 你為什麼要在哪部牙上面簽名 鯨燈籠好美喔 這裡都是歷代得獎的作品 這是白鯉燈籠 這是青龍的燈 這是今年的 龍王 終於到睡魔燈車展示區了 這是今年得獎的作品之一 中奎 近距離看超壯觀的耶 從這裡可以從下面看它的構造 裡面有多燈泡 裡面有多燈泡 所以它才會很累喔 這裡會有多燈泡 就能接著 我們在山上, inequ就可以了 通常的故事 偶然不同演奏 在山上你… 你也可以找到了 有人說んだ 這首歌曲是一首歌曲的歌曲 《青森のねぶた祭》 二年ぶりにやっとお祭りが行われました 每年8月2日から7日まで 6日間行われているんですが その6日間審査が行われるんですね その審査の結果賞に入ったねぶた3台と そして伝承枠1台合わせて4台を 8月11日からこちらのホールに展示しております こちらの竜王竹並博夫さんが制作いたしました この竜王ですね この竜王のねぶたの前にねぶた大賞 そして最優秀制作者賞の2つの額がございます ねぶた大賞というのは団体に与えられる賞で ねぶたのほかにうんこうやはねとおはやし すべての点数が総合点一番高かった団体さんに 与えられる賞でございます こちらは北村麻子さんという方が制作いたしました 皆さんご存知の方が多いかと思いますが 14人のねぶた大賞の中でたった1人の 女性のねぶた大賞が制作したねぶたでございます 今年は沖縄の神話を題材にしたものを制作いたしました あそこさん何年か前に沖縄に行って ジンベイザメを見て感動したそうです 今年はですねちょっと雨に降られてしまったんです ということでねぶた4台 どこを見てもちょっとにじんだねぶた 色がにじんだねぶた そして色が落ちたねぶた 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本来は2日間かけてメンテナンスするんですね こちらのマランスでは ところがその2日間の入れ替えの日も大雨で ちょっと満足に作業ができ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 今年1年間ちょっと色がにじんだまま展示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それもまた珍しいことですので ぜひそういうところも見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一、二、一、二、三、四、四 六张 六,八,七, 八,六 六,八,七, 八 dan 六,八,八 十六 虽然无缘参加睡魔季 但是在这里能够超近距离欣赏睡魔 还能听表演跟介绍 感受祭典的热闹气氛 我觉得真的很棒耶 看完睡魔后到旁边的伴手礼店逛一下 想要买个苹果来吃 苹果咖喱 然后还有那个耶 桃子的鸿鸡咖喱 石和田葱马肉咖喱 有加红萝卜的吗 现在才做的就是红萝卜的形状 好可爱耶 这个苹果蜡烛好特别喔 这个超大颗的耶 天哪 这太大了吧 一颗五百元 这跟手机差不多大 我们买这个 一人一颗 等一下再放电池 这个它用山药做肺南蛇 可能有特别喔 买一个这个吃吃看 山药肺南蛇 买一个这个果干 可爱吃 请问一下 咱们拿到枚子 这是枚子 是枚子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又用一张 剩下最后一张了 发现旁边有在卖冰淇淋 而且苹果口味的都是清爽的雪老 虽然全部都想吃吃看 但还是人痛放弃了比较酸的红郁跟浅 这边是Jona和MikiLine 这边是Fuji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哪一个是哪一个 Fuji Jonah Miki 我忘记Miki和Jonah哪一个是哪一个 反正一个是Miki 一个是MikiLine 一个是Jonah 购书 然后这个是Fuji就对了 Fuji 不管哪一个是哪一个 全部都好爽口好好吃 好吃到龙哥差点跑去买第二杯 夕阳好美哦 走到车站附近逛一逛 路过这间看起来还不错的和果子店 他把红玉用糖蜜加工制成果干 我来看吃吃看 看南瓜的那个红楼梢 还有这个 蘑菇的红楼梢 蘑菇的棒棒棒棒 这间维也纳甜点店是我今天的目标之一 可惜招牌Saha蛋糕已经卖完了 我买了另外这两款 还有一整个的 但是吃不完 这间店的招牌商品 维也纳传统的苹果派 买一个 用掉最后一张商品券了 我今天的另一个目标是这间面包店 这些摆饰也太逼真了吧 该不会是真的面包吧 可惜也已经快卖光了 我买了奇异果丹麦跟培根发棍 还有半个乡村面包 还有半个乡村面包 回饭店的路上被一间面包小店吸引 完全就是我喜欢的风格啊 然后再渡了 再来烤店 三部茄子 再来烤店 還可以嗎? 還可以 請客請客 謝謝 謝謝 換洗用具跟保養品要自己在大廳拿 我看有兩台 旁邊有一個聯繫箭 兩張單元房 其實還蠻大的耶 比我早上中還大 這個燈是 那是你的桌燈 這電視看起來也很大台耶 這裡有桌子跟椅子 看一下外面 這是它的睡衣 它是分開的耶 它是睡衣跟睡庫分開的 毛巾 浴巾 鞋子 這是泡茶的 光束煤除菌脫臭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耶 幫房間消毒的機器嗎 浴室 這浴室還蠻窄的 不過浴室裡面它也有付一架耶 這間雙人房 和早餐是 一萬九千日圓 前面也有提到 我們這次是用了全國旅行支援的補助 所以打六折 變成一萬一千四百日圓 沒有刀子可以切 只好直接啃 結果太大顆了 超難啃 但是果香很濃 酸酸甜甜很好吃 雖然沒吃到招牌蛋糕有點可惜 但是這兩款都還不錯耶 我喜歡兩件式的睡衣 活動比較方便 晚安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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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點半準時來 已經有好多人在吃了喔 窗邊可以看到鹿澳灣跟青森港 景色很不錯 這間飯店的早餐主打用青森食材製作的香土料理 這個是巴戶的傳統美食鮮貝湯 先把碎鮮貝放進碗裡 再淋上用雞肉、菇類、蔥、紅蘿蔔之類的食材熬煮的湯 早上喝一碗好暖胃喔 發現好多扇貝料理 這是扇貝焗烤 最受歡迎的是青森香土料理 味噌扇貝燒 用貝殼當容器耶 好特別喔 要自己點火 等到煮沸以後再打蛋進去 扇貝咖哩裡面有超多扇貝 而且每顆都好肥美喔 期間限定的生薑味噌關東煮 等水滾了以後就可以打蛋進去了 來吃吃看這個 好吃耶 味噌扇貝燒的鮮味好濃厚 配上半熟蛋好好吃喔 早餐能吃到這麼多好吃的青森傳統料理 覺得好滿足喔 等一下要搭車去奧路在溪流賞風了 吃飽一點才有體力走路 謝謝大家看到最後 我們下支影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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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下支影片見 我們下支影片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